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学习快速入门配色 我们学习每一种语言 其实它们基本框架都是类似的 都包含大概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基本的语法 它是如何去写这个运算符 如何写循环 如何写逻辑表达式 逻辑判断 它的函数怎么定义 然后类的结构怎么定义 然后每个变量的这个作用域 它的变量的类型 这些是最基本的语法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一些基本的数据结构 比如说这个数字 然后字符串 哈希表 哈希麦普 这个有可能是它自带的一些这个实现 以及这些基本数据结构的查找便利和处理化 添加删除和修改 第三个部分就是常用的酷 我们这里说常用的酷 其实主要是面向这个面试 所以我们只是列了简简单单的这几部分 也是大家在面试当中算法会用到的 其实算法很多时候 仅仅用这个哈希表 数组 然后再加上排序 就先对列 所以就可以搞定了 有的时候会用一些这个面向对象的类 去表示数结构或者说图结构 就完全足够了 然后我教大家快速入门的时候呢 会以题目作为场景 因为你单独去学任何一个语法特性都没有什么意义 它的存在肯定是满足了某种应用的需求 然后在讲这个 拍手语法之前呢 先介绍一下拍手在面试当中有哪些优势 拍手的第一个优势就是 它的语法相对简洁 简洁就导致了 你在相同的题目当中 你的代码可能会更短 第二个部分就是Python 它是一个弱类型 弱类型的语言 它对于变量的这种灵活性 可以给给到很大的支持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或者说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检查 或者说一些类型的判断 然后讲到类型 我们就先来区分第一个概念 就是数学 数据类型和变量类型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C++ 我们称它为这个强类型 然后这个Python 我们认为它是弱类型 这个我们所说的强与弱 在这里 我们指的是它的变量 什么叫变量呢 就是 你一个变量名a 它是inter类型 还是double类型 这个在c++当中是有明确的 是有明确的区别的 对吧 你一个类型 a 要么是inter类型 要么是double类型 这种我们称之为叫强类型 就是同一个变量名 它自始至终只能是一个类型 Python的raw类型就是指我一个变量 它一会可以是inter 也会是double 那这个如何做到呢 这就是来人与Python的解释型 它的执行过程是由于 是使用Python解释器一句一句解释的 所以具体某一个变量它的类型是什么 可以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推导出来 然后根据它不同的类型去做不同的动作 而c++作为一个编译型的 语言 它没有办法做到 这样灵活的控制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变量类型的强弱 那数据类型跟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数据类型 指的其实是这个inter和double 数据类型包括了哪些是指你这个语言所支持的运算有哪些类型 比如说 整数运算 Python支持的整数运算就是普通的inter类型数据 32位整数 然后浮点数运算 在这里面 Python倒没有给它具体的起名字叫做什么double 统称为叫浮点数 然后 这个字符 布尔 或者说那个 布尔表是布尔值 这是这个C++的Python的这个主要支持的几类数据的类型 那么这几个类型基本上在各个语言里都会得到支持 对吧 C++不同的就是C++它还有分为inter和long long的区别 而到了Python这里呢 它有inter 它再往上面是什么呢 并不是long 而是一种大数 所以说它可以支持这个数据量非常大的运算 所以它是一种这个大数的类型 可以支持大数运算 然后浮点数同样可以支持 数据量很大的一个运算 包括精度 然后字符 那就是传统的阿斯克马 然后布尔值就是tronforce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讲的地方 所以在C++和所有的语言当中 基本上都有这几种数据类型 但是它们的变量类型我们分为强和弱 这个是我们 第一部分 你在分清楚这个类型的时候 分两个部分就考虑 那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部分 运算服务 运算服务大家常常见的对吧 无非就是加减乘除 然后你只需要搞清楚 这几个符号它是什么样子就好了 然后不同的就在于加减乘除取余数 这都属于常规操作 然后在4++当中我们是有 分为整除和浮点数除法 在4++当中 或者说在加瓦 在其他的语言当中 我们都会分为整除对吧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inter类型的数据 那么你可以去做整除操作 如果你是一个double类型的数据 你的除法将会是带有小数的 那这个取决于类型 那在python里面 由于它是弱类型 就是a 类型不确定 它去除以b 那这个除 比如说a是一个inter值 那b也是一个inter值 那从我们理论的角度上来讲 那我们认为这个除法可能是一个整除 但python并不认为这样 python他认为这就是个 浮点数除法 所以他在执行这个时候会除出小数来 也就是浮点数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整除的话 那就需要a两个节杠 b这个时候的整除号 这个是和其他的语言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加减乘除 取余数和整除号是他多的 这个是普通的算术运算符 除了算术运算符 我们还会经常用到叫做未运算符 这个未运算符在python里面也是常规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个安慰语 安慰货 安慰易货 和其他语言长得一样 所以运算符当中唯一特殊一点的就是整除 需要用两个节套 两个除号来实现 那除了算术运算符未运算符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逻辑运算符 我们可以在这里先把逻辑运算符介绍一下 他的这个 就是说语法特质 逻辑运算符在c++当中 或者说在夹袜当中 我们通常使用 逻辑语 逻辑货 逻辑飞 但是在python当中 他并不是使用符号来表示 他使用叫做and all 和这个not 来表示逻辑语 逻辑货和逻辑飞 所以他是用这个英文单词来表示 那 除了这个 三个 三个逻辑运算符 算术运算符 算术运算符 微运算符以外 我们还有 给予比较的运算符 比如说 判断 两个数据是否相等 对吧 那么我们是 两等于号 不相等 不等于 大于 小于 然后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一样的用法 OK 我们后面还会 看碰到一些这个具体的数据结构 然后我们如何去判断 比如说 两个字符算如何判断相等 那是判断他们的引用位置是否相等 还是判断他的内容是否相等 OK 我们把这个运算符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 缩循环的写法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写 我们刚刚呢 知道题目了 我们通过题目来学习一下 这部分内容 这道题是一个 Litical的第一题 最简单的题目是A加B 找一个数字 A找一个数字B 让他等于一个target 那我们先直接写一个 不去管他的这个算法效率 直接 只是为了去练习这种语法 就是去每举 两个数字 然后判断两个数字的话 是不是就 是不是这个target 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给出的这个是一个类的写法 这个回头我们会讲解类 你只需要现在目前 你只需要专注于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函数的定义 就是一个define df 然后加上函数名 没有返回值 没有返回值 他的返回值写在哪里 要写在这里 这里表示他是返回一个list 但是这个不是必须的 这个不是必须 然后这里 是传进来的两个参数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seaf seaf 如果大家学过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加瓦 他等同于加瓦里面的 seaf就指代的是这个class的 具体实例 这个如果大家不懂 我们后面面向对象的时候再讲一点 那我们现在要关心的就是一个list 和一个整数 我们要判断list当中是否有两个数字 能够 组成target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如何便利一个list 这里的list也就是我们说的array 也是一个数字 那么数字 在pathon当中和我们常规的数字 其实是一样 就是下标从零开始 然后有一个固定的长度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获得 对吧 这个array的长度 n 等于 rearn 这个nums 那么rearn这个函数是用来获取各种 包括字符串 包括数字 包括其他的一些 结构 它的长度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learn这个函数来获得 这是一个全局的函数 然后复制给辨量n 所以这个变量不需要有任何的类型标数 需要有一个变量名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知道里面有n个数字 接下来就是要去便利的n个数字 我们可以写两层循环 foil循环 那这个时候跟卡语言有点区别 它的循环方法是这样 有几种 第一种是 用下标循环 就是我循环从零到n-1 那么i 叫做in range 你可以写0到n 这个表是从零到n左臂右开的一个区间 它等同于这个地方我们写错了 这个注释在python里面应该是减号 那减号 range在这里生成的是一个从零 然后到n的一个左臂右开的一个区间 那对于这样一个区间 每一次 它的不长默认是1 也就是说这个range函数数上有三个参数 分别是起点 和到不了的终点和每一步的长度 所以如果你想每局其中的所有数 那你就不把这个地方变成2 对吧 他就变成了02468 如果你想每局每一个数 你这个可以不写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每局每一个数 0也可以不写 那这rangen就是从零开始 到n-1 或者说到n左右开的一个区间 那么这种写法就是ranger这个函数 它生成了这样一个递增的自然数序列 然后i是印了这个序列当中 然后这个range如果我们把它单独打出来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变量 叫做这个index 我们把这个idx打出来可以看到 它就是从零到n-1的一个list 把一个array 一个数字 那么for i in这个range 我们没举的是我们便利的是它的下标 我们没举出它所有的下标 然后在里面访问这个数字具体下标的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nums i是某个数字 然后我们可以获得比如说a等于nums i 紧接着我们还要没举一个b 所以是for一个j然后inrange 你可以这个地方控制它的起点 因为你之前第一个数字 没举的是i 第二个数字 我们没举在这个数字的后面 所以它应该从i加1开始 一直到 n结束 那b你就获得了是一个nums j 然后只需要去判断一下 if a 加上b 等于target 那我们就找到了 我们可以return 这两个的下标 所以就return一个list 这个list 你可以直接这样来写 就是i 改接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题目保证了说至少有个解 所以我们这样写就可以 我们可以先来测试一下 这个速度有点慢 可以开码 可以的 那么我们对代码进行一个简化 比如说 比如说a和b 我们是可以不取出来的 直接当这里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写一个num i 加上一个num 直接 等于target就可以了 ok 我们刚刚只是带大家写了一遍 别没有讲解这个for循环怎么去写 它的基本语法很极客 放循环 没有大括号 靠什么呢 靠缩禁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python是靠缩禁来区分代码块的 也就是说我同一行 同一块代码当中 如果有多句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什么aer等于num i b等于num j 只要他们的这三句话说进是一样的 这三句话都同属于这个if的 条件语句 在这一块当中 所以pathon是靠缩禁来 这个判断代码块 第二个就是冒号 也就是冒号过后的 一段连续相同缩禁的代码 都属于同一块 函数定义后面 大括号被取代为冒号 放循环后面大括号被取代冒号 if后面大括号也被取代为冒号 所以说 冒号不要忘记了 然后放循环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的 i是去便利 就是用in这个东西去便利这个数字 这种设计其实是一种迭代器的思维 然后我们会讲 迭代器在pathon当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思维 所以对于任何一种结构 去便利它内部的数据 我们都可以通过 in的方式去迭代它的所有的数据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这个条件判断 条件判断 普通的加法 普通的判等于 普通的target 然后就是return return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构造了一个list 也就是array 然后把i和g填进去 非常方便 所以说 这样一个代码 我们在写的时候 只需要这样短短几行 就做完了 如果是ci加 或者是加法的话 就上面来讲 可能要长很多 包括各种括号 拖起来 当然了 这这句话也是不需要的 这句话都不需要 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提交一下 大家知道提交可能过不了 因为它的这个 时间复杂度是n平方的 这个我们回到算法部分 去讲时间复杂度的问题 今天我们只是为了去学习语法 我们可以不看这个 因为可能会超时 可以过的 但是速度非常慢 大概到了6秒钟 OK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题目 基本上就可以学会 如何去便利这个函数 的里面的数字 然后如何去写一个条件判断语句 那么我们再扩展一下 对吧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我做一些什么操作 else 我们做另外一些操作 这个就是if和else的代码 如果说我有欠套 就是说if 然后lf 那么它是 lf也是一个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这里 你随便和上面的这个表是一样 然后等于什么 其他东西 这个你只要写一个正常的表达式在这里就可以了 lf怎么样 然后最后一个else 这就是if和lf然后else的这种欠套方式 其他的欠套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速度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我们对于速度的便利可以用下标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将下标打出来生成块 然后 for i in这个下标速度 我们去一个一个便利下标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我们可以直接去便利里面的数 也就是for这个i in range什么呢 我不用in range in这个nums nums是个array 那么i in这个array 其实就是去便利这个array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j innums 这两句 那么i和j其实就是我们取出来的两个数字 但是本期这样做没有办法做 为什么 因为首先 我要输出的是 两个数字的下标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知道i的下标和j的下标到底是多少 所以即使我判断出来了i加j它等于target 我也不知道答案 所以我们选择便利方式的时候 依然是选择用下标便利 再一个就是我这样去便利的过程当中 i和j它有可能是同一个数字 也没有办法去做区分和判断 所以说当你只仅仅需要对数字当中的每一个元素做一个简单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倾向去 用这种方法去写 如果你需要复杂的下标 然后判断 尽量用我们刚刚的方法 用一个下标便利的方式取决 我们这个就是 来看这边 我们已经 讲完了这个for循环的写法 以及for如何去便利数据 然后逻辑表达式 以及分子结构 包括函数的定义方法 这样我们都讲完了 然后while循环 while循环的这个东西 其实 也很好讲 你只要会了条件表达式 就是if 什么什么条件 那么while只需要把这个条件换到它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可以用while来写一下这道题 i等于0 j等于 j不知道 因为我们要每举一个这个i 所以我们是while i小语n 那么我们就 取这个nums i作为a 接下来我们再去每举 接 接要等于什么 接要等于 i加1 然后while 不小详号 接小语n 然后b等于 nums j 然后判断 if a加上b等于target 那么return i和j 这个就是我们把for循环如果改写成 这个wire循环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变量点定在外面 然后 并且在每一次执行结束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他们俩互相的 那么j要自增1 这个时候有一个区别 就是pathon里面没有加加这个操作 没有自增 前自增后自增这个东西 没有 他只有加等于 这种 这种是 迭代写法 然后对于r也是 每一次处理完了以后 r也要加等于 并且这个python是不需要行为加分号的 不需要加分号 OK 这个就是我们改成了wire循环 所以 会if 会if 一句 就是if条件判断 就会wire循环 这个是非常简单 然后 关于这个作用域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作用域还是比较 常规的 也就是外面声明的变量 内部可以去用 内部声明的变量 外部就用不了 但是pathon有一个 不好的地方 就是 我在 这个 内部声明的变量在底下 仍然是可以用 我们可以把这个b打出来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b是 这个声明在了这个wire循环里面的 但是我们 在这个wire循环出来之后 我们仍然去打印这个b 看一下这个结果 需要登录 已经登录了 登录状态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证明一下就是说这个 变量作用域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搞一个i 等于0 然后wire i小语 然后在这里搞一个b b等于3 然后 i加等于1 就是我没有什么都没有做啊 就是在这个wire循环里放了一个b b等于3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突出 这个b的结果 如果能输出来b的结果 我说明这个b的作用域不仅限于 这个wire循环里面 stdout是可以输出这个b的结果的 所以 虽然说啊 虽然说啊我们并没有去写这道题的代码 所以他写了 但是这个stdout当中已经帮我们把这个b的结果输出来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作用域来讲 Python的作用域 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像这个 这个非加价或加价 那么严格的在 这个代码块内部可用 你在某个地方声明之后 在他的后面都可用 除非有其他的变量将其覆盖掉 或者说 给他重新复制 这个地方是需要这个注意的 ok 然后对于啊 这个类结构 我们放到后面再讲 包括内存模型 要放到后面再讲 然后我们下一节课来看一下 他的基本数据结构 除了数据以外的其他 几个 原 几个结构 包括他们的这个常维操作 以及数据的一维和多维 怎么去生成和构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